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作为这部电影的科学过问 他最后就看到这个黑洞展现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精彩 他说到就有生以来第一次 而且在其他科学家之前 我看到了极高清晰度的一个旋转的黑洞 其实我是作为十多年研究的黑洞科研工作者 我也是在电影院当中看到了黑洞的这种展现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激动 同样和吉普索恩有着一样的这种心情 当然了就是说在这部电影当中 它涉及到了非常多的天文学名词 所以后来吉普索恩也写了一本叫做《星际穿越》当中的科学 这本科普书在很快的就2015年的时候 相当于是在电影上映之后不久 我就和我的同事就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 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在这部电影当中因为涉及到了很多的天文学知识 也激励了很多科学家去从事相应的这种研究 我们知道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发现影力波 已经还没有得到黑洞照片 但是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了影力波的发现 看到了黑洞照片 我们知道在2016年的2月份的时候 美国是召开了影力波新闻发布会 宣布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探测到了影力波 那2017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包括吉普索恩再类的三位科学家 分别就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2017年的时候 经过一系列的这种筹备 终于我们相当于对黑洞进行了拍照成像 此次是相当于是对两个黑洞进行了拍照 一个是我们银河系中心的黑洞 另外一个就是距离我们5500万光年之外的 M87星系当中的黑洞进行了拍照 那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是看到了第一张黑洞照片 但是大家注意了 这并不是我们银河系当中的黑洞 是距离我们5500万光年之外的这种黑洞 那为什么我们是看到了反而更远的黑洞 而不是看到了我们更近的黑洞 因为它更容易看一些 就是说我们是沿着它的迹象去看的 并不是沿着赤道的方向 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银河系之类的黑洞 我们是处于这个银盘之上 我们是沿着它的迹象 银河系当中的这种大黑洞 它的转速更快 所以的话更加难拍摄一点 所以的话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首先看到了距离我们5500万光年之外的 稍微更远一些的黑洞 那因为黑洞照片了 所以的话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相当于有三位科学家呢 分别获得了落奖 这三位科学家呢 就是奥斯福尔大学的彭洞斯 他是在1965年的时候 首先证明了黑洞在我们这个宇宙当中 应该是可以真实存在的 另外两名科学家呢 是来自于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家 他们在90年代起呢 通过十多年不断的这种努力呢 最后证明在我们银河系中心 存在着一个400万倍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 所以的话这三位科学家呢 在2020年的时候是分别获得了落奖 那我们知道在2022年的时候呢 我们银河系中心的黑洞照片发布了 这就是我们银河系中心距离我们稍微近一点的黑洞照片 这和我们先前看到的照片非常类似 当然了就是说因为现有的这种设备 它的分辨率不够高 所以我们看起来还是非常模糊的 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2023年的时候 有关于黑洞的一些进展还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们又对那个第一张黑洞照片 重新进行了处理 得到了一张清晰的黑洞照片 与此同时呢 就是说上海天面台的科学家呢 相当于利用全球的VRBI的这种设备呢 不仅仅是对于黑洞 还对于黑洞周围喷射出来的这种物质 进行了一个全景的这种照片的拍摄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它的照片了 我们目前已经发现了恒星量级的黑洞 超大质量的黑洞 那有了引力波之后呢 我们又看到了中等质量的黑洞 那接下来呢 我就和大家聊聊什么是黑洞 黑洞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以及我们是怎么来探测到黑洞的 那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黑洞 黑洞呢 它就是一种连光都逃不出去的天体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它连光都逃不出去 那我们看到黑洞的时候呢 肯定其实的话是看不到的 在这里我尽管是画了一个黑色的球体 但是其实呢 我们是看不到任何的这种东西的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体呢 它应该是一个黑色的这种球体呢 比如说右边这部漫画呢 它就展示了 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黑洞呢 因为它是一个黑色的 而且它各个方向都一样 东西掉进去以后都逃不出来 像一个无地洞一般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叫做黑洞呢 那黑洞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其实在天文当中呢 黑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天体 它有两方面的特征 我们可以去简单地描述它 首先呢 所有的东西我们知道 都会掉入到黑洞逃脱不出来 这和我们传统当中的一个瑞兽 非常的相似 那就是皮修 我们知道皮修呢 是精英财宝 一看到它的时候 就直接掉到它里面去 逃脱不出来 那对于黑洞而言呢 其实的话不仅仅是精英财宝 包括任何的东西 一旦靠近或者掉入其中的时候呢 就逃脱不出来 所以对于黑洞呢 就是说它的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止进不出 那黑洞的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一旦掉进去以后呢 就逃脱不出来 接下来这个动画呢 就很好地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个黑洞的特性 我们看到了 比如说在这种搜索引擎当中 我们搜索 比如说黑洞两个字的时候 就大家就会看到 接下来的一段小动画 我们会看到搜索的结果呢 被吸到一个小黑点当中 这个小黑点呢 就是黑洞 所以的话我们看到了 黑洞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说如果你靠近黑洞的时候 距离黑洞相对会比较近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会被吸附到黑洞里面去 逃脱不出来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了 黑洞应该是可怕的 其实的话我记得 在几年之前呢 有一部获得 嘎拉 那个影视节的获奖影片呢 它的名字呢 就叫黑洞 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它讲述了一个人 有一天呢 从一个洗衣机旁边 就是说共同洗衣机旁边 经过的时候 它突然看到那个洗衣机里边 有好多的钱财 它非常的兴奋了 所以的话它又使劲地 把那个钱财往外掏 结果它发现什么呢 它掏出来以后 那个洗衣机里边 又有大量的这种钱财 所以的话它最后非常的敬奋 它一下子就是说 自己掉入了那个洗衣机里边 所以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 往往沉迷于什么事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一直吸到里边去 所以的话 这个故事呢 就给大家的一个警醒 我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类似于黑洞事情的时候呢 自己也一定要注意一下 当然的话 刚刚讲述的是黑洞的两个特点了 那对于黑洞的这种性质研究呢 其实的话 黑洞是我们物理学当中 或者天文学当中最为简单的一个天体 那接下来我就讲述一下黑洞的结构 那我们知道呢 黑洞的话 其实最外层的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世界面的一个东西 世界面呢 就是说视线可以抵达的一个界面 那到里边呢 因为它超光速了 对吧 它的逃逸速度超过了光速 所以的话我们是看不到黑洞里边的 我们只能够看到黑洞的世界面 最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最里边的话 按照我们的猜测呢 应该是一个起点 那起点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状呢 具体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看不到黑洞里边 所以的话 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去推断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状 当然的话 现在物理学当中呢 有好多的理论去推断它 我们仅仅有理论 我们最终呢 还需要去验证 我们没办法去验证 哪一个理论到底是正确的 当然的话 对于黑洞大小 我们用石瓦锡半径来描述 那为什么叫做石瓦锡半径呢 因为在1916年的时候呢 德国的物理学家石瓦锡 他首先推导出了这个半径 所以为了纪念它呢 我们就把这个半径 称之为叫做石瓦锡半径 黑洞呢 当然一方面是我们 没办法了解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的话就是说 对于黑洞而言呢 现在是最为简单的一种天体 那当然除过它的这种结构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所谓的物理量 去描述黑洞呢 用物理量的时候呢 只有三个物理量就可以描述黑洞 它分别是黑洞的质量 黑洞的角动量 角动量是什么呢 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 也就是说它转动的快慢 还有一个呢 就是黑洞的电荷 黑洞究竟带了多少的电荷 但是电荷呢 我们知道90%以上的这种天体呢 在宇宙当中 它都处于这种等离子状态 也就是说它处于这种离子和电子的这种状态 那如果黑洞带电的话 那我们知道呢 它很容易吸附到这种异性的电荷 达到一种中性的这种程度 所以呢 在天体物理当中 或者天文学当中呢 黑洞只有两个物理量 一个就是它的质量 一个就是它转动的快慢 那我所做的工作呢 其实的话就是测量黑洞这方面的特性 它的质量 它的转动的快慢 那我们知道黑洞其实呢 还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效应 那就是引力透镜效应 因为黑洞本身的 它的引力非常的强 我们知道在电影《星际穿越》当中呢 有一幕黑洞非常的神奇 它展现出来一个非常奇特的吸击盘的特性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接下来我给大家要展示一下 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一下 为什么会形成像电影《星际穿越》当中黑洞的样子 其实的话就是一个光线弯曲的结果了 我们知道在黑洞周围呢 因为时空扭曲 所以的话光线尽管 依旧是按照直线传播的 但是因为时空弯曲了 所以的话它的路线呢 也就弯曲了 最后按照直线传到我们观测的眼中了 我们看到就是说 所谓的卡钢都亚黑洞的样子 水平方向上有一个半圆环 它的上下呢 还有两个半圆环 左边呢 就是卡钢都亚黑洞的样子 那右边呢 就是我们在2019年所拍摄到的黑洞照片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其实的话两张照片有比较大的差别 明显的差别呢 就是说在水平方向上 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横杠了 这个横杠了 就是它的我们沿着赤道方向 去看黑洞的时候 它的吸气盆的样子 但是在2019年 我们看到的黑洞照片呢 我们知道我们是沿着它的迹象 也就是说 一个是沿着赤道 一个是沿着迹象去看的 所以的话会有这样的差别 那接下来呢 通过一个小动画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我们沿着赤道的方向 如果沿着迹象的这种方向去看 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刚刚讲述到了 其实的话就是说 它可以使得光线 发生一定的这种有据 黑洞周围呢 时间也会发生这种一定的变化 这个呢 我们通过相对论呢 就很容易地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周围呢 靠近地球和远离地球的时间呢 会有细微的这种差别 那在黑洞周围呢 它的引力非常的强 所以的话这个效应呢 更加的明显 根据广义相对论 我们就很容易地知道 远离黑洞的时候呢 时间流逝越快了 电影星际穿越当中呢 有一幕非常的明显 主人公呢 到了一个米勒星球之上 仅仅待了三个小时 最后他们回到母舰上的时候 或者地球上的时间 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了 黑洞周围的时间和他们舰船上的这种时间差别了 其实是非常大的 当然的话我们知道 在中国神话当中呢 也有一个说法了 就是天上一日 地上一年 这就说明天上的时间 或者说神仙的这种时间呢 跟我们人类的这种时间应该是不一样的 假如我们有了你比如说这个时间弯曲这类似的这种效应 就很容易解释它 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神仙到底居住在什么样的这种地方 那我们知道呢 爱因斯坦他刚开始提出来 你比如说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呢 他并不知道这个在生活当中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应用 但是这种时间的这种差别效应呢 其实的话在我们现代社会信息化社会呢 有着广泛的这种应用 我们现在每天出门都会使用到手机 对吧 手机之上就装了这种导航 那导航呢 其实的话就使用到这种时间差 当然了 这不仅仅是使用到了狭义相对论 还使用到了广义相对论 因为的话 两种效应导致的这种时间差别不一样 虽然 头顶的这种卫星距离我们 比如说几千公里 那它导致的这种时间差呢 每天也只有微秒左右的这种量级 但是最后呢 我们要计算它的距离的时候 还要乘以光速 所以的话 这个差别虽然微小 但是在这种导航作用当中呢 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考虑的 那接下来呢 我就讲述一下 我们是怎么来认识到黑洞这种天体的 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黑洞 它是一种引力非常强的这种天体了 所以的话 说到黑洞的时候呢 很自然的就要说到 你比如说引力的发现者 那就是牛顿 牛顿呢 牛顿呢 它相当于是认识到 是质量导致了这个引力 那并且就说它推导出来了一系列的公式 我们知道要逃逸 对吧 要从地球周围要逃逸出去 它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速度 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逃逸公式了 那当然的话 在牛顿之后呢 还有一些数学家呢 他进行了思考 他就想象着某种天体 会不会它的引力非常强 最后呢 这种粒子呢 或者物体呢 就不能从这个天体之上逃逸出去 那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它就把这种天体呢 称之为叫做暗星一类的这种天体了 当然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你比如说非常有趣的这种实验呢 假如地球会变成黑洞的话 那它的半径会变成多大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地球现在的直径呢 是6400 对吧 6400公里 那假如要变成一个黑洞的时候呢 那它要被压缩到半径等于0.9厘米的一个天体了 那这时候是非常小的 那0.9厘米大约是多大呢 就是差不多一分钱大小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要将地球压缩成一分钱大小的一个天体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黑洞 有可能就逃一步出去了 但是这个难度呢 是太大了 几百年之类的这种科技的发展 也没有办法将地球压缩成一个黑洞 对于这种观念呢 一直持续了几百年 等到上个世纪 1915年的时候呢 爱因斯坦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在广义相对论当中呢 他认识到就是说 引力场其实并不是因为就是说 这个天体直接产生的它仅仅是弯曲了这个时空 弯曲的时空表现出来所谓的引力的这种特性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说有一张橡胶膜 然后放上不同质量的物体的时候呢 最后这个不同物体呢 就会导致这个橡胶膜发生不同程度的这个弯曲 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类比的想象呢 在宇宙当中呢 其实的话我们知道 有不同质量的这种天体 或者说不同密度的天体呢 所以的话 不同质量的这种天体 比如说我们的太阳 还有中子星 还有黑洞 它就会导致这个时空 发生不同程度的这种弯曲 爱因斯坦 他首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之后呢 在几个月之后 1916年 德国的物理学家 史瓦西呢 通过球界爱因斯坦的厂方程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不旋转的黑洞 我们把这个黑洞呢 就称之为叫做史瓦西黑洞 我们知道史瓦西黑洞呢 它是一个不旋转的 静止的一个黑洞呢 而且是不带电的 不带电的一个黑洞呢 那在史瓦西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1939年的时候呢 奥巴海默和他的一个合作者呢 发现了一个球形塌缩的一个天体呢 最后可以形成一个起点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黑洞呢 如果大家看过前一段时间 比如说放映的那个奥巴海默 电影的时候呢 这个场景其实是有展述的 虽然非常的转赞 除此之外呢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种进行呢 对于黑洞方面的研究呢 其实并没有大的突破了 所以在1955年 爱因斯坦去世的时候呢 他一直不太相信 那个黑洞这种天体呢 在我们宇宙当中 应该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在爱因斯坦去世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1963年 一下子迎来了一个大的突破 那就是旋转黑洞得到了它的精确解 这就是科尔黑洞解 那1963年加州理工大学的天文学家 史密特呢 他发现了一个喷流 对于这个喷流呢 究竟是怎么来产生的 其实说话当时并不知道 可以看到了在1964年的时候呢 科学家还用超大质量黑洞呢 试图去解释它 但是很遗憾的是呢 当时呢还没有观测到超大质量的黑洞呢 另外的一次进展呢 那就是我们观测到了一个天体 我们把这个天体呢 称之为叫做天鹅座X1 那为什么称之为叫做天鹅座X1呢 因为它发现的这个位置呢 在天鹅座当中 发现的波段呢 是在X视线波段 因为发现的又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就最后就称之为 叫做天鹅座X1 这后来呢 被真认为是一个恒星量级的黑洞 这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探测到了黑洞 那接下来可以说是 进入了黑洞研究的黄金时期 我们知道很多的物理学家 或者天文学家 对于黑洞的研究 都有相应的这种贡献 1965年的时候呢 奥斯福尔大学的彭洛斯呢 他就相当于通过理论的这种方式 证明非球形他说的天体呢 最后的话也可以形成一个黑洞 这就是我们知道的 在2020年的时候呢 他获得相应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69年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林德伯尔呢 他认为在我们银河区中心 应该存在着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那之后呢 他跟英国的天文学家 马丁瑞斯呢 一起提出来 他应该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观测他 那在这时候呢 英国的另外一位物理学家 非常知名的霍金呢 他相当于是 对65年的 彭洛斯的这个工作呢 进行了详细的这种论述 他在1974年的时候呢 就做出了他非常知名的这种工作 也就是说霍金辐射 那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林德伯尔呢 和那个马丁瑞斯 他提出来在我们银河系当中 应该存在着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那在1974年的时候呢 美国的天文学家 巴里克等人呢 他就利用绿岸望远镜 Greenback望远镜呢 和另外一个望远镜 构成了一个阵列 最后对银河系中心的这种黑洞 进行了观测 并且发现了一个射电源 所以的话 在80年代初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这个射电源呢 就命名为叫做Sagittarius A-Star 中文名字呢 叫做人马座A星号 那为什么起座A星号 因为我们知道 在物理学当中呢 往往我们用那个 比如说激发态 对吧 就用一个星号来表示 那在这个时候呢 星系当中的这种黑洞 它能够产生一些辐射 它类似于这个原子的 这种激发态 所以就用这个A星号来表示了 接下来在发现这个黑洞之后呢 90年代的时候呢 德国和那个 相当于美国的天文学家呢 就利用相当于望远镜呢 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观测 最后精确地确定了 中心黑洞质量呢 大约是400万倍的太阳质量 在发现这个黑洞之后呢 在2015年的时候呢 引力波又相当于打开了 另外一个窗口 我们可以利用引力波 发现更多的这种黑洞 在2017年的时候呢 我们又对两个黑洞进行了观测 2019年的时候呢 我们是终于看到了 或者说直接拍摄到了黑洞照片 在2022年的时候呢 我们又看到了我们银河系自己的黑洞照片 这就是整个黑洞研究的历史 所以我们看到了黑洞研究了 自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呢 其实的话到现在 不足百年 但是它的进展也是非常大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黑洞既然是黑的 那我们怎么去发现这个黑洞呢 那发现黑洞之前呢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在我们宇宙当中 有多少类的黑洞了 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呢 应该有四大类的黑洞 那首先呢 我们来讲一下 后边三种分别是 恒星量体的黑洞 中等质量的黑洞和超大质量的黑洞 在电磁波波段呢 可以探测到 你比如说这个恒星量体的黑洞 和超大质量的黑洞 中间呢 我们看到是中等质量的黑洞 为什么打一个问号呢 因为我们通过电磁波的这种方式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中等质量的黑洞 那为什么打了一个问号 到那个原初黑洞呢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探测到 或者说没办法证明 它是原初黑洞 尽管比如说 引力波已经发现了几十倍的 这种黑洞 或者上百倍的这种黑洞 我们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原初黑洞 到底是恒星最后形成的这种黑洞 那这两种 我们刚刚讲到了 恒星量级的黑洞 和超大质量的黑洞呢 它都是通过电磁波发现的 那电磁波发现 是怎么来发现它们的 其实的话 这两种黑洞呢 都会有气体盘 都会有喷出的这种物质 所以的话 利用这些特征呢 我们就可以在电磁波波段 探测到它们 那黑洞呢 就是说 是第一个黑洞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 是在六四年发现的天鹅座X1 它的距离呢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精确的测量 距离我们是七千多光年 它的质量是达到了 二十一倍的太阳质量 我们知道在这个黑洞 被发现之后呢 有两位非常知名的物理学家 一位呢就是霍晶 另外呢 一位呢就是基普索恩 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就打了一个赌 霍晶呢就认为 这个中兴呢 应该不是一个黑洞 而基普索恩呢 认为是一个黑洞 等到越来越多的观测 表明它是一个黑洞的时候呢 九十年代初 霍晶就承认 他输掉了这个比赛 但是此时呢 对于这个黑洞质量的一些测量呢 其实还是非常不确定的 它可以从三倍的太阳质量 一直到二十多倍的太阳质量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化范围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这个世纪 差不多也就说 是一一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利用美国的VRBI望远镜 和美国的钱大拉X射线望远镜 对它的质量 它的距离 以及它的转速 进行了测量 最后测量呢 得到了它的质量呢 应该是七千多光年 它的质量呢 是二十一倍的太阳质量 而且它的转速呢 是非常的快 是达到了光速的95%以上 所以的话我们看到 这个黑洞呢 应该是目前为止 我们银河系当中 质量最重的 一个恒星量级的黑洞 而且它的转速 也是目前为止 转速最快的一个了 那在我们银河系当中 到底有多少个黑洞呢 按照我们的估算呢 理论上 在我们银河系当中 应该有上一个黑洞 但是我们发现了多少个了 我们发现了不足一百个 在这里呢 这些数字呢 标出来的 是我们银河系当中 比较确定的 这种黑洞呢 其他的 比如说有一些不确定的 但是它的总数目呢 也不超过一百个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在我们银河系当中 有上一个 我们仅仅发现了 不足一百个 所以我们发现的 是我们银河系当中的 冰山一角 是非常非常的少 这种黑洞怎么发现的呢 就是利用 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效应 也就是说 它会产生一些烹流 会产生一些辐射 所以的话 我们利用X射线呢 就可以探测到它 那是什么样的天体 可以产生黑洞呢 按照我们现在的 这种计算呢 应该是恒星量级的黑洞 它的前升星的质量 是达到了25倍的 太阳质量以上 就可以产生它 那超大质量的黑洞 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有可能呢 根据我们推算了 就是这种恒星量级的黑洞 慢慢地合并 然后通过长时间的吸气系里 最后会形成超大质量的 这种黑洞 那我们知道 这两位科学家呢 分别利用凯克 尺密望远镜和欧洲的 Vrt 8.2米的这种望远镜呢 最后对我们银河系中心的 这种质量进行了 精确测量 右边的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 它利用的恒星呢 就是围绕 中心黑洞绕转的 这些恒星 通过精确测量 它们的轨迹呢 可以推断出来 中心黑洞的这种质量 那最后呢 就得到了 我们银河系中心的黑洞呢 是400万倍的太阳质量 那除过 刚刚提到的 恒星量级的黑洞 和超大质量的黑洞 我们知道 还有中等质量的黑洞 中等质量的黑洞 就要利用到引力波 所以的话 在2016年的 2月份的时候呢 美国是发布了 这种引力波 探测的这种消息 我们知道引力波呢 是利用美国的LIGO 相当于探测到的 这张图呢 就展示了 美国的LIGO的两个设备 一个是位于华盛顿州 一个是位于路易斯安拉 它探测的设备呢 其实的话 或者说原理呢 就是一个干涉仪 为什么要利用 麦克尔逊干涉仪呢 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呢 一个是B层 它可以放大 所谓非常微弱的这种信号 另外呢 就是说光学的信号呢 非常的灵敏 所以的话 最后他们还是使用到了 麦克逊干涉仪 那引力波呢 同时又被称为 叫做时空的涟漪 右边的这张图呢 就是引力波的这种图示 左边的这张图呢 就是一个水滴 滴到水滴 我们看到的这种图样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这两张图像呢 其实的话是非常的类似 所以的话 就是说引力波呢 又被称之为 叫做时空的涟漪 那对于引力波的产生呢 其实的话 就是说是宇宙当中 大质量天体的这种产生了 它所产生的效应 那第一次所探测到的引力波呢 就是一个 29倍太阳质量的一个黑洞 和一个36倍太阳质量的黑洞 合并所产生的这种引力波 左边呢 是它合并的这种展示图 右边的这种动画呢 就是两个黑洞合并时候 所产生引力波的一种效应 当然的话 这个动画呢 已经是放慢了非常多的速度 因为我们知道 两个黑洞合并的这种时间呢 它其实不足0.5秒 但是我们现在呢 看到它的时间 还是非常非常长的 在我们宇宙当中呢 有很多的天体 其实可以产生引力波 不仅仅是两个黑洞合并 或者说两个中子星的合并 可以产生引力波 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单个的中子星 如果它的表面有凸起的时候呢 也可以产生引力波 但是这个凸起呢 非常的小 我们知道 对于中子星呢 它的密度非常的大 它的凸起呢 通常不超过一厘米左右 所以的话 应该是一个非常小的凸起 还有宇宙当中 一些非常剧烈的爆发 比如说超新星爆发 或者伽玛射线爆 一个恒星的塌缩 它不仅仅可以产生超新星 它还可以产生 你比如说伽玛射线爆 这种现象呢 也有可能产生 我们可以观测到的引力波 当然这些引力波呢 都是后天的 后来的这种天体所产生的 在我们宇宙诞生的初期呢 一些物理过程的相变过程呢 也可以产生引力波 我们把这种引力波呢 就称之为叫做原初引力波 那到目前为止呢 第四期的引力波探测呢 正在进行当中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探测到了 200多粒的这种引力波事件 绝大多数呢 还是黑洞合并的这种事件 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在电磁波波段 我们是没有发现 这种中等质量的黑洞 但是通过引力波呢 我们就探测到了 中等质量的黑洞 那第一个中等质量的黑洞呢 是在19年发现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名字呢 叫做GW190521 它就说明了 这个发现的日清呢 是19年的5月21号 GW是代表了引力波 Gravity wave 它分别是66倍的太阳质量 和85倍的太阳质量 最后合并成了一个 142倍的太阳质量的天体了 那我们知道 很多倍的这个太阳质量 为什么两个一加 对吧 最后不等于142 那为什么呢 其实的话就是说 损失掉的这种天体的质量 就变成能量的这种方式 或者引力波的这种方式 释放出去了 所以的话 在短时间之内 有大量的 好几倍太阳质量的 这种能量释放 所以的话 应该是非常剧烈的 一种现象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知道 在全球 有好多的探测的 这种设备了 除了我们刚刚讲述的 LIGO 还有欧洲的 比如说Virgo 以及日本的Cangro 那印度呢 也正在建设 相应的这种探测设备了 那接下来呢 第三代的 一些引力波探测设备了 也正在筹划当中了 美国呢 要建设一个 40公里的 一个引力波探测设备 称之为 叫做宇宙探测器 那欧洲呢 它要建设一个 10公里大小的 一个爱因斯坦 望眼镜的 这种探测设备 那我们知道 这些设备呢 仅仅是地面上的 当然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利用 你比如说 发射一些探测器 利用PTA的方式 也就是说 射电望眼镜 来探测引力波 以及利用一些 这种地面上的探测器呢 来探测 原出引力波 那空间项目呢 包括空间的 这种LISA项目 还有中国的太极 和天晴计划 以及日本的 DECYCLE的这种计划 在2023年的时候呢 中国天野 是发布了这种 相当于 纳赫兹引力波的 这种探测 所以的话 中国天野望眼镜呢 也在这个 比如说探测 纳赫兹引力波方面呢 也应该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了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的话 还有比如说 澳大利亚的这种PACS 还有欧洲的 EPTA 以及 就是说 北美的探测设备的 所以的话 我们看到 全球 还是有非常多的 这种探测设备 不管是地面上的 还是以后 要发射到 太空当中的 所以 我们可以 看到 就是说 现在呢 我们不仅仅 是通过电磁波 知道了 我们有恒星量体的黑洞 超大质量的黑洞 我们通过引力波 也可以去研究 这种中等质量的黑洞 但是对于 你比如说 这种原初黑洞 还有待于 我们进一步的 利用引力波 以及电磁波的 这种研究了 那接下来 我就简单的来说一下 天文学研究 或者基础研究 对于我们 整个社会的 这种意义 当然了 就是说 基础研究当中的 一些这种话题 有可能变成 你比如说 一些绘画的 这种主题 这个主题 就是一个黑洞 在袭击 你比如说 另外一个天体 当然的话 一些视频的 这种创作来源 也有可能来自于 我们的基础研究 比如说 在70年代 和90年代的 这两部电影当中 黑洞 就成为它的主角 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 在基础研究当中 有一些研究 比如说 对于黑洞的研究 可以为人类的 这种想象 提供一些畅想 我们知道 黑洞 它有可能 是连接 另外一个宇宙 或者另外一个空间的 一个通道了 当然的话 就是说 我们尽管 可以做一些想象 但是对于基础研究 或者说 我所研究的 这种黑洞 它都是基础科学 基础科学之所以 称之为叫做基础 最重要的 就是说 它对于我们社会 并不会产生 立竿见影的 这种推动的效应 它的效应 还是一种成员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 这篇文章 可以去看一下 总结而言的话 就是说 从成员的角度而言 基础科学 对于我们社会 还是有一些 推动作用的 最后 我就以两个人的 不同的 对于基础科学的看法 就作为 我这个报告的 这种总结了 我记得在2016年 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 他在 新闻发布会之后 他就说到 基础科学 其实的话 是非常严谨的 和缓慢的 同时 又是震撼性的 革命性的 和催化性的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 没有基础科学呢 最好的设想 就没有办法去改进 创新 只能够是小打小落的 只有随着 基础科学的进步了 我们整个社会 才能够进步 那与此同时呢 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记得 落奖得主 丁教忠先生呢 他在访问 高龙屋理所的时候呢 他就说到了 我们的应运科学 其实是伴随着 基础科学的发展 而发展的 我们可以看到了 基础科学是 金字塔当中最核心的 那应运科学呢 是外层 相对比较大一点的 但是 它的上层呢 也只能随着 基础科学的发展 它得到 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基础科学 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的发展 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那最后呢 就愿我们的科学 更加的美好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科学公开课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 狗立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